木灰长,欢迎来到类似谈,我是蓝虎,咱们继续来全体赛,观众方的话是神木林,对两方的话是这个灵波城,观众方这个神木林的话非常OK的那种哈,对两方这个灵波城开局的话也是非常潇洒,浪勇开始天战役,观众方一手七十三年,双方的一个,对两方的一个锦衣有点帅呀是吧, 观众方的一个扇子也是染了很嚣张的一个,这个类似于葡萄酒的一个颜色是吧,观众方的一个宝宝疯狂卡血,对两方出神马,对两方想稳固一下自身的一个 对两方出了一只隐身的一个猴子,这种猴子的话一般都是宝宝吧,对两方破血过来,观众方一手风卷残云,咱们来看一下说,哦呦,爆对面六千多啊 对两方出神马,对两方出了一只隐身的一个猴子,这种猴子的话一般都是宝宝吧,对两方破血过来,观众方一手风卷残云,咱们来看一下说,哦呦,爆对面六千多啊 是,观众方的这个,观众方的这个,观众方的这个这个,观众方的这个,观众方的这个,观众方的这个,神木里秒的一个仿装,非常给力对面的一个猩猩哦,是个佩素,对两方继续就选,拿掉观众方的一个开局前排 对战方再次拉出孩子 孩子的话给对战方人物的一个伤害 提供一个高额的一个加持 对战方起鬼眼 一手落叶笑笑 战战方的一个宝宝是吧 有点扛不住呀 前排的一个杀人善恶 有点虚空战战方 必须得赶紧清掉啊 要不的话真的是挺麻烦 好在宝宝的话上去了 对战方来一手净韬弱 真觉显灵净韬弱秒14000 再来10000 我的天哪 对战方ıma 可把前期忍乳负重 后期直接来了一个大字爆 冠冠方两万 冠冠方直接被打出了163 对待方的一个孩子 想逃跑 没有逃过重工 对待方继续秒过来 真军 真军就两回合 冠冠方用163的一个状态下 这个出了一手孩子 冠冠方还是想说对待方继续打 其实冠冠方很有机会的呀 对待方有一手破碎孩子 对待方打得真的是很灵活 冠冠方一手大秒 对待方直接散傻 对待方也弹了一手163 这样的话双方其实 在这个运气成分上 其实也算是五五开 对待方破碎清孩子 因为对待方很明白是吧 要不的话 这个一直打实体战 对待方也是很难受啊 对待方继续裙过来 孩子还是差一丝 孩子最后直接逃跑 这样的话冠冠方应该是没了 对待方一手断月事 不许对待方 不许对待方拿下比赛 都不许对待 vinegar